6月26号,继护广深之后,北京发布楼市新政,北京市驻建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 首付比例方面,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从30%调整至20%,二套房则按照五环内和五环外划分,最低首付比例分别为35%和30%。 专家表示,降低首付比例,使得购房门槛进一步降低。 对于北京来讲,这次降低首付比例,很大程度上使得购房的门槛进一步降低。 如果按照500万总加的新房来计算,过去首付款需要150万,那么现在整个首付款直接变为100万,也就是减少了50万。 具有非常好的导向,有助于提振购房的需求。 在贷款利率方面,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45个基点。 调整后,五年期以上房贷利率下限目前为3.5%。 按照最新的OPR,3.95%,此前的利率是4.05%,现在整个房贷利率最低,可以做到3.5%。 按照100万的贷款本金,30年的等额本息进行计算,原先的房贷总利息支出大概是72.9万元。 那么按照现在这个新政来计算,它的利息总支出为61.7万元。 如此计算,这次房贷利率新政为购房者减少了11.3万元的这样一个成本。 此外,北京还从其他角度落实了相关政策,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提高购买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或者超低能耗建筑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政策措施。 不久前,5月17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出台一系列支撑房地产的举措。 一个月以来,各地积极跟进利好政策不断出台。 业内专家介绍,从跟进的城市看,新房二手房市场货业度均有所提升。 从市场的表现上来看,517新政落地之后,像上海、深圳、广州都比较快地跟进落地了相关的举措。 然后新房跟二手房的市场货业度也有一定的提升,尤其是上海,二手房的存交量提升还是比较明显。 作为四个一线城市中最后一个调整房贷政策的城市,也就意味着四个一线城市的政策基本调整到位了。 为下半年的购房的环境的宽松,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市场的信心,对市场行情的提振也具有积极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